今天這個短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Google的智慧鏡頭 這個APP相當好用喔 它可以幫你搜尋大部分的商品 還有幫你辨識風景 幫你辨識景點 然後幫你辨識 件衣服在哪裡買 都有 它最主要用來搜尋圖片 我目前覺得很好用 那你要去辨識風景也是ok的 好那我們就來示範一下 這個杯子是哪裡的勒 然後是多少錢 它就可以幫你辨識出來這個是迪卡龍這一個 380ml不鏽鋼的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的產品 你就可以很精準的知道 好那我們再來試下一個 然後你可以點 你要前面這一個物件 他就知道這一個香水是哪一個品牌的 就可以幫你精準搜尋 以前是沒辦法 現在卻可以 好那我們再來辨識一下後面那個錢包 看網路上賣多少錢 賣200塊 蝦啤酒在賣 賣200塊 那我們那天去買是100塊 所以我們是比較便宜的 我們那天是在年貨大街 那我來看一下這個我爸給我的古董 這個是 在哪裡買的 喔這個也有在賣耶 真的沒有地方在賣耶 這個是線上博物館 所以 我爸他給我這個古董 果然不是蝦皮買得到的 這個就沒有辦法 庸正 那我看他背面是什麼 看他背面有沒有辦法辨識出來 哇 原來我爸給我30萬的東西耶 網路上寫30萬 笑死 我該感謝他嗎 這些東西都可以這樣辨識喔 那再來 還有這個東西喔 那我們再來辨識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是 電菇打火機喔 那天在網路上買 他可以很快速的幫你找出來 這個東西是什麼 好那我們再示範下一個東西 這罐是有朋友買的 全部都英文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喔 我也不知道這是幹嘛 我看一下 保養品 所以這個是保養品 能夠擠下 大鼻子 的 黑豆 粉刺 喔 這樣我就知道這罐是什麼 因為這全英文我也看不懂 好 那我們再來 找一下這個東西 他竟然把他當南瓜還是白癡嗎 這個找不到耶 這太神奇了 這實在太厲害了 那你們如果對於一些 商品的尋找 熟悉了之後呢 其實你也可以知道 這個東西是可以去進行快速翻譯的 iPhone沒有這個App 所以你們那些拿iPhone的就只能 望塵莫及 我這邊翻譯一次給大家看喔 例如說 你可以很快速的把這個翻譯 你可以把它翻譯之後 變成看你要哪些語文 都可以去做調整 你可以把它中文轉日文 例如說像我那天 我朋友 他在問這個東西的翻譯是什麼 我就可以很快速的 跟他講 這個把它翻譯之後呢 就是這個意思 他可以做立刻貼上的這種翻譯 所以我覺得非常方便 以前的Google翻譯你還要在那邊 開Google App 然後在那邊抹來抹去的 現在都不用 然後像 像這個 食物 你也可以搜尋 你可以按搜尋 這裡他跟你講有類似的產品 食物的話 目前我覺得有一些比較神奇的是 像 像我們那天去吃這個串燒 他可以知道說這個是野蔬蔬史的串燒 重點這張照片跟我是不一樣 我並沒有在網路上傳這張照片 所以他可以找到 野蔬蔬史 他竟然知道這個是從 這個串燒是從那家店出來的 重點這張照片是我自己拍的 不是 官方圖 然後還有像這個季婷 季婷這個他也很厲害 他知道這是季婷出來的 然後像這個帽子你就可以點起來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東西500塊 卡拉荷拉的帽子 600塊500塊都有人在賣 這個東西非常好用喔 你們可以去 玩看看 以後有任何的風景 食物 物品 都不用再去問別人 我們拍看看 他可以知道這裡是玉山 他一看就知道這裡是玉山了 前幾天有一個朋友問我說 這是哪裡 結果 還要我回應他 他不用 然後像這一張的話 這一個他就判斷不出來 他不知道這是哪裡 他一直以為這個是玉山 這個就很準 這個他就知道是101 然後這個大家應該不用懷疑 這太容易理解 如果你點後面那個面積大一點 他就可以知道說這個地方是加冥湖 他知道這也是棉月線 他也把這裡當作是新中橫 所以他有一些類似的 有啦 他這裡有棉月線的部分 他把新中橫的一些 那種名隧道也把他帶進來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很好玩喔 你們可以去玩看看 非常精準非常好用 然後可以做翻譯 可以做文本快速翻譯 然後立即填上 這個功能我非常滿意 那以上心得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不要這樣 我們現在就有了